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涛23岁来自甘肃 自有职业 女嘉宾小倩21岁 同样来自甘肃 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女生想分手 对不对 小片里控诉了那么多 对吧 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半年多 哦 半年多啊 分手就分手呗 为什么非要到我们这儿分呢 因为就在底下 就要跟他分手 他就一直纠缠着不愿意 为啥这样呢 分手就分呗 干嘛要跟人纠缠呢 小伙子 我也感觉这个 平时都是一些小事情 我感觉没必要分手 其实我感觉 我们的感情 还是可以继续的 哦 你是来这儿要分 对 你同意来这儿 是因为你觉得可以继续 对 说说吧 姑娘 为什么一定要跟人分呢 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懒的人 懒 对 我现在就越来越过风 反正我现在是忍不了 我俩俩刚在一起 还处于热恋气 那个大人世界的时候 我觉得他还挺好 没有什么问题 完了我俩俩 现在就在一起 时间越来越长 就问题越来越多 还不爱出来 平时 我每次约他 他都推三组四的 要不就说 今天外面风太大了 要不明天就太晒了 要不就后天周末人太多 他就反正不愿意出来 有一天我好不容易把他约出来 我俩约着去逛街 完了到一家服装店 我就想进去看衣服 我说那你帮我在那个 十一家门口看一下 衣服好不好看 他一屁股他就坐在那儿 他也不愿意看 完了那你就把我包和 那个外套包上呗 然后他也懒得包我 没办法我只能放他旁边 等我把衣服换出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包里的钱包就不见了 我当时特别就急 我就说 我让你看着这么一点小东西 你都看不住 你还能干啥 我当时不在玩手机吗 你说那你钱包放包里 你也没跟我说 说得太明白 我不也没在意吗 那丢了就丢了又没多少钱吗 你费得跑到这儿说这事吗 也不是跟你说钱的事 那我包里还有身为债银行卡 这些我补办起来都特别麻烦 我东西都丢了 你都懒得去追 那你帮我就当什么了 那不是我不去追啊 我当时就感觉 有人在一边还是蹭 那我也没 我也没想到他是偷钱包的呀 行 知道了 还有别的吗 有啊 还有一次就 我俩都约好去看电影了 我都等了他半个多小时了 他还没有来 我就给他打电话 你咋回事啊 这我都等你半个多小时了 他我就一听他还 就刚睡醒的样子 他就跟我说 就给我找介绍 他说小区那个电梯坏了 楼梯 他还懒得走 就说那我们下次再约呗 那你说我都等你这么久了 完了你就跟我说下 那不是我不愿意来呀 电梯坏了 那怎么下来呀 再说你说你那天找的那 电影院离我家那么远 你就不能找个近年的看吗 近年的又不是没有 那不我家离电影院更远吗 但是我早上 我也不早早地起来收拾 化妆气格 你看电影 我还想着还挺高兴的 完了我都等你半个多小时不来 现在我把票都买好 都不能退了 你跟我说这 你票不能退 你就不能找别的朋友看吗 你非得拉着我去看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 对对对对 这个说到核心点上了 那你说我 你应该约着瞿总他们去看看 就行了吗 你干嘛非要那么懒 你跟别人看就得了 姑娘 那我他是我男朋友呀 那我跟别人看 跟他看的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问你呢 懒的 没电梯还不活了是吧 你当时怎么就看上这臭小子的呢 那当时刚在一起 我不觉得他挺好 没有这些问题 谁追的谁呀 那么是我追的他 当时是他一闺蜜跟我一哥们 不是出对象吗 然后他的闺蜜过生日的时候 就我们一块吃饭 然后就认识了 都感觉对方还不错嘛 然后就留了个联系方式 然后一天联系 联系之后就在一起了 哥们你真的这么懒吗 约个会都不愿意下楼啊 那不是我不愿意下去啊 那不是我当时 我们家12楼 那电梯停电了 走下去不就得了吗 那我刚才23岁嘛 他就是懒 我就想着我俩 本来约会的机会就不多 还总就说 今天去哪去干什么 这总是闹得我俩不愉快 那我就想 那就总这样不是回事 就干脆就住一起 就还不用天天出去约会 谁知道我俩住一起之后 就他的问题越来越多 你还真挺主动的 就就行吧 反正姑娘说我爱了 那怎么办呢 是吧 行 在一起了就发现 他就要了命了呗 他就照顾不好 自己的起居生活 他还拉里拉他 每次他也平时不咋出忙 我就说你偶尔出去 一次回来 你就把外套和鞋通了 你再躺床上 他每次回来 他都不 他就直接躺 就有一次你说 外面都下大雨 他回来之后 他鞋也不脱 外套也不脱 直接躺床上 地上全是他鞋 带着精灵的泥和水 那你说你当时 把外套和鞋脱了 就怎么了 当时我不外面忙 我跑了一天 我不累吗 又下这么大雨 我回来 我休息一下 我怎么了 这挺符合他的这个特征的 就快累死了 对吧 那弄到他平时 确实跑了一天比较累 平时也不咋收拾 每次弄到 都得我来收拾 我也没见你收拾过 不收拾加懒 是吧 对 少爷呗 因为他这个懒 他就从来不吃鱼 你知道吗 因为他懒得挑刺 不吃鱼啊 对 他懒得挑刺 每次就我给他买好 他喜欢吃的水果 他都宁愿把水果就放快 他也不愿意去洗了再吃 每次到我给他买好 洗好 再给他切成块 放他跟前 他说特别爱睡觉 就睡一天不吃饭 不喝水 就完了 我就想这样 特别伤身体 我都把饭做好 端在他跟前 就在这样 他醒来 他躺床 玩手机 他都不愿意去吃饭 那你喂他吗 孩子 你喂他呀 你那么爱他 喂吗 那你说你都这么大人 那你就等着我 还给你喂饭吃吗 喂了吗 我不喂 我以为是喂的呢 是想让他喂来着 对吧 不是我不吃 你说那刚睡醒 那人刚睡醒 那肯定都没有胃口嘛 那我休息休息 那我再吃就行了吗 那你说饭都放凉了 那你宁愿花这个时间 去玩手机 你都不愿意吃饭呀 那我不吃 那我玩玩手机 我饿了 我自己 我肯定会去吃的呀 那我等你 我得等到什么时候 就前段时间 我就出去出差 这三天时间 就再回来 我就想好 我家里肯定特别乱 往上等我打开门 我还是被吓了一跳 就沙发上 左一只右一只 全是他的鞋 地板 沙发上是鞋 对 地板 墙角上 就全是他的衣服 不是 你给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鞋上了沙发行吗 我不穿这鞋 我又躺沙发 看电视 就那样一退 就退到沙发上了 他没掉下去吗 完了 他那个身上穿的衣服 标签都没拆 就 我给他走之前 买的新衣服 他穿的标签都没拆 他还在床上躺着 你说你咋就这么懒 那不是 那我不想着你 你还得一两天 才能回来吗 我想着赶你回来之前 我收拾了就行了呀 那现在你突然就回来了呢 完了 更就是让我吃惊的 就是他 床边还放着 他吃完的半个西瓜皮 西瓜皮里边 就盛着我给他走之前 给他熬的粥 那你说 那西瓜皮里面 西瓜皮里面放的是粥 对 他吃完了半个西瓜 为什么呢 不用洗碗 那你可以把瓜皮扔了呀 你也不扔 那不喝完粥再扔吗 哎呀 可以可以可以啊 懒人推动世界吧 你可以可以 我就把他服了 就民宿他不干活吧 我干活他百般挑剔 我觉得整天 就自己像个腰块似的伺候 他反而还顺利不讨好 他挑剔你啊 对呀 他怎么挑剔你啊 就有一次吧 早上到才十点 他就问我说 那天中午吃什么呀 我就说 那就土豆丝小炒肉呗 他说 怎么就成天就这两三样 那你说我也刚学会做饭 我会做的也就这两三样 完了我说 那我中午给他炖个排骨子 他妈 完了我还给他弄了两个凉菜 他起来他就吃了凉口 他就开始嫌弃我 他说我嫌我饭做难吃了 吃了凉口 他就甩手就进屋了 过了会就有人敲门 我一看还是送外卖的 我才知道人家 刚才竟然是点外卖去了 那你说 在家里一天做饭 洗菜啥都我一个人干 完了你有什么资格 嫌弃我呀 那那个不是我嫌弃你啊 你说你天天 你就那两个菜 你都吃半个多月了 那我想是个人吃的都会烦呀 再说我叫个外卖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做不来 我自己不会做饭呀 不 学呀 那我感觉不就叫个外卖 不挺方便的吗 那咱就能吃得好 又方便是不是 那你说我要是饭 就是哪里做得不好了 你也给我好好说呀 你跟我说了 我下次不就做好了吗 哎呀你还要改呀 这姑娘还真是哈 完了你也不跟我说 不给我改 你还这样 当时就把我晾那 那我不也没有晾你吗 你总是说是我嫌弃你 我嫌弃你 我这我什么都不说 我进屋还不行吗 小涛这个资料上面写的 你是自由职业 是吧 我特好奇 自由职业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就是干一些 平时就像这些 一些网游的带练 就在家又不用出去的那种 哦 打游戏挣钱的 对对 帮人练集的 对 辛苦吗 我感觉不辛苦 反正在家又不用出去 啊 哥 我也不想跟这女朋友分手 对不对 照顾的比你妈照顾的也不差 对吧 这个 我也感觉分手的这个问题 可能 就不是这些小时 这些小时可能 以后慢慢的我都会改吧 我觉得 那这为什么要跟你分呢 那这个你就得问他了 就有三个朋友出去旅游 完了之后他朋友就有条小狗 说是隔我家下放两天 完了那天我刚好下班 就买菜回来到路上我就到楼底了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是狗怎么一直在家呀 没见你出去遛狗 我说那我没有拿那个楼到大门口的钥匙吧 那你给我把狗给我送下来 说慢慢钥匙给我一块给我带下来 他就懒得下楼 紧接着我就看他把窗户拉开 他就要把狗给我从二楼给我扔下来 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那你说你给我把狗送下来怎么了 你要是当时把狗摔坏了 我们怎么给你朋友交代 那我不当时也没给你扔下来吗 那我不跟你想了个招给你弄下去了吗 你还好意思说 完了你知道他怎么给我弄下来吗 他给我找了个灿篮子 借了个石 还帮我一二十代里面就给我送下来了 我也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那你说当时我在底下把狗接不住 真把狗摔了怎么办 那当时事实上你遛狗 我就给你想办法把狗弄下去就行了 你是遛狗又不是遛狗 你干嘛非得让我下去呢 他不就想遛会儿你吗 哎呀我听得真是 他现在就越来越过风 还有一次就中午 我上班他给我打电话 说我感冒了 你来看我 就说那在楼底下给我买点药 给我送上来 我当时还挺急 我说那我之后在上班 要不你就自己去楼底下药店 或者去医院看一下 结果等我晚上就回去看到的时候 他还躺在床上还等着我 我跟他量体重的39度多了 我当时还挺急 我说那赶紧去医院吧 他说医院咸远就不去 没办法就吃了 我给他买了推沙药 那你说你自己都生病了 你都照顾不好 那我中午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吗 我也想着吃点药就好了 那我中午那会儿不还在忙吗 我也想着我给你打个电话 你把药送回来不就行了吗 那我中午不在上班吗 前天晚上我刚好我闺蜜找 我就陪我闺蜜就不在家 完了我还想着 好好的怎么就感冒呢 我问他 他晚上开空调睡觉 就风太大 这被子就这样了 他也懒得见 风太大 他摇空气又离得远 他又懒得去关 那你说你这不活该吗 你现在你身边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我还怎么说 以后我身边让你照顾我呀 我怎么还放心 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你呀 你这不也一直好好的吗 你不也没有身边吗 那你身边了 你要是有个什么 我肯定会带着你去的呀 他这样你知道 我怎么相信他呀 完了他平时也不打出门 也没有个这儿八经的工作 每次就靠那点打游戏 带恋挣那点钱 完了最近我就发现 他支付宝跟就那种陌生人 那种聊天框就什么带恋 他就老是转好 一转就好几百块钱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回事吧 他就问我说 最近他接着几单 比较难打一点 完了有一关 他打了一遍 他又打不过去 他懒得打了 就交给别的带恋去玩了 但是别的带恋 又比他收到价高 他也不好意思反过去 问客户呀 他就自己垫了 那你说你不挣钱就算 你反而往里搭钱 算怎么回事呀 那我搭钱 那我这不也是 积攒客户的一种形式吗 那客户找到我这儿了 我自己打不过去 我找别人怎么了 那我最起码 我不能带客户呢 把信誉都损坏了呀 你打不过去 你就不该接呀 你没这能力 你干嘛接这活呀 主要是那个打了 太费时间了呀 不是说我打不过去 那你说你积攒客户 那一两年 我也没见你挣过啥钱 那你就不想换个工作 干一下吗 你出去工作 那到头来 不也是为了挣钱吗 我感觉我现在 这个工作也挺好呀 我在家待着又不用出去 那我还能赚到钱 对不对 还有人伺候你 他以前也不是说 没找过工作 也找过 可是每次找他都是 就那种 你告诉我 你当初看到他什么了 看上他什么了 就好奇怪嘛 当时他挺好的 他不是这样 他当时就追我的时候 他不知道 他每次 所以姑娘 你应该反思一下 就好好一个男人 怎么到你手里 才半年就变成这样了 如果他不那样的话 可能是我对他太好了吧 还能要吗 这个 反正现在就我觉得 他一点都不愿意 为我们两个人的未来 去努力 完了我在他身上 就看不到任何一点希望 他这个态度 我也是受不了 反正现在我是想分手了 他咋分不掉呢 你分了不就完了吗 班总不搭理他不就行了吗 他缠我呀 我不搭理他 他每次他都打电话 他找我呀 他缠我 他就不愿意 换手机号码 我觉得感觉我们俩 这个感情方面的 这个事情就是 你就像平时 结了婚的这些 我特好奇啊 去家过日子 也就是这些事情嘛 那你都不干 谁干呢 就我来干呗 那你就愿意呗 那他不干 那我看见家里那么乱 那我脏呀 我待不下去 我特好奇问一件事啊 他是要跟你分手是吧 对 你不想分是吧 我不想分 所以你就玩命 给他打电话是吧 对 那你这会儿不怕累吗 再找一个多方便啊 我就感觉 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 就是 不是 哎 你是真不想分吧 姑娘我看 我就想和他分手 他现在 他当然是不想跟我分手 每次吵架 他吵完之后 我就要分手 然后他就说他改 结果也改不了 我就没看见 他有过什么改变嘛 行吧 看出来了 姑娘虽然一边在控诉 好像内心还有点舍不得 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来 周院长 我到现在也没有听到 你问那个问题 就是姑娘 你看上来还是什么地方了 他说一开始挺好的嘛 对 刚开始他追我的时候 他还不这样 这好在哪 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刚开始他追我那块 就完了我俩 就每次他约我出去的时候 他都会拉着我的手 就每次就走街道啊啥 他都不让我走那个 有车的这边 完了他过马路的时候 他也会把我手了 我就觉得还挺有安全感 就他牵你手 跟你一起过马路 你觉得他对你好 这样的话 男生追女孩好容易啊 只要牵上那女生手 就可以追到女孩了 都不需要任何的付出 就感觉就是 刚开始在一起 就感觉他不管这啥 就挺壮顾我 就挺为我着想 就后面他妈妈妈妈 他就开始变得就越来越懒 但是姑娘从头开始 我只听到两个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 你让他帮你看包 结果他看着小偷 拉了钱包 走掉了 他还不去追 对 如果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连最起码的帮对方 看包都看不住的话 那这个男人 是不值得托付的 因为你交给他 所有的东西 他都不会珍惜 人和人之间交往 最基本的责任 是应该有的 他连责任都没有 那说明这个人 在小事方面 就不值得托付 那何况对于你来讲 还是终身大事 那就更没有办法托付 所以我觉得你们恋爱 就不应该开始 因为最初这件事情 他就没有让你值得 信任地方 这件事情且过了 那第二件事情 他要从二楼扔狗 狗也是有生命的 他对生命都不负责任 这样的人还真的可取吗 他只是牵了一下你的手 他并没有告诉给你说 你放心吧 你的下半辈子 我都会帮你负责任 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关于什么 脱不脱鞋的问题 然后要不要下楼 遛弯的问题 我觉得那些都不在话下了 在我看来 你们没有必要为那些吵架 就这两件事情 足以让你赶紧离开他 那同样对男孩来讲 你说你爱他 我不认为你爱他 我认为你对他 通通只有两个感觉 第一是麻木 第二是无感 如果一个男人 真的对一个女人好 爱一个女人的话 他至少会有感应 你从头到尾 全场到现在 你没有任何的表情 包括他说到任何的 对你不满的 控诉的话题的时候 你都会说 很正常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没有看到 你对他有任何的愧疚 或者对他有任何的爱意 没有 所以既然这个恋爱 就从来没有开始过 我认为你们的恋爱 从来没开始过 那不如好好就分开就得了 好 谢谢 谢谢周院长 来 许总 其实每个人都懒 但是懒得方面不一样 懒得程度不一样 我觉得我就挺懒的了 我也不太会做家务 我也不会做饭 但是我在对感情方面 我不会懒 工作方面不会懒 而你呢 我想一开始呢 你还算是一个 在感情上勤快的人 因为是你追的他 你要是当时就那么懒 连看电影约会都不愿意去的话 你怎么能追到这么一个女孩呢 就开始你是勤快的 但是呢 慢慢的呢 正是因为这个女孩的勤快 又灌出了你的懒 你觉得在感情上 你不需要付出 你就可以像 从父母那儿得到爱 一样那么容易 在工作上呢 你也没有什么上进心 更别谈什么责任感了 你统统没有 然后呢 他又把你这个劲呢 又灌呢 愈发的 愈发不可收拾 你最可恨的 还不是这个懒 你懒就懒了 对吧 你还有要求 你还挑剔 你觉得他坐这儿也不行 坐那个也不行 对不对 你根本就不愿意去付出 所以说你在感情上犯懒 以至于现在你走到这里 所以呢 最致懒人的方法就是说 让他身边勤快的人离开 那你不得不去 让自己懒惰呢 改掉 因为你要懒的话 不光没有感情 你还没有生活 甚至于没有吃的了 你工作上 为什么这么不求上进啊 还不是说你在工作吧 你们俩这问题就是 你太纵容他的懒 你觉得你是在帮他吗 你觉得他感恩你的付出吗 他不感恩啊 像我 我比较懒 我不做家务 但是我觉得家里很舒适 我感谢我老婆的付出 所以说我在别的事情上会勤快 全面懒的人一定 拋弃他 绝不能犹豫 你拋弃了他 反而是救他 当他觉得没有你的 支持依赖的时候 他已经只能让自己 变成一个勤快的人 这样对于他自己的 未来生活是有好处的 所以离开他 是帮助他的最好的方式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胡老师 一人问三个问题 先问男生 作为一个人 你的价值在哪儿 第二 作为一个男朋友 你的价值在哪儿 为他做过点什么 有吗 没有 第三个问题 既然作为一个人 你没有价值 作为一个男朋友 也没有价值 怎么还好意思 跑到这儿来 要跟他复合呢 你什么都没为别人做过 也没有承担过任何责任 你怎么好意思 还要做别人的男朋友呢 你应该好好回家待着 想想 从明天开始 该怎么生活 问女生三个问题 作为一个女朋友 你的尊严在哪儿 你不就一丫鬟吗 你的尊严在哪儿 作为一个女人 你的幸福感在哪儿 你幸福吗 你也不幸福 那么作为一个女朋友 没有尊严 作为一个女人 没有幸福 那么你跟她将来的希望在哪儿 你看得到希望吗 看不到希望 所以你没有必要留下来 没有留下来的理由 我跟你 或者是电视机前所有的女生说一句 你刚才所说的 热恋时期 她牵你的手也好 或者是我们听到有些女生说 在热恋时期 男人对他们种种的好 比如说送早餐 比如说做饭 等等等等等等 那不过是热恋时期 争取的手段 只有超过一年 或者是在得到女生之后 依然持续的对她好 那才叫真正的呵护 所以不要把别人的手段 当成了别人对你好 看一个男人真正的品质 是看他成为了你的男朋友 或者成为你的爱人之后 还能否始终如意地对你好 之前的都是手段 都是献殷勤 今次而已 明白了吧 明白了 就这样 别出来就行了 带着一点尊严 离开 人生就是这样 可能没有人跟他说过 在家里待久了嘛 所以没有形成这种概念 对吧 记住啊 别再出来了 就是最好的 保留自己尊严那种方式 因为不出来 还至少代表着说 我明白了 我错了 我还可以改 剩下的一分钟 你们看 你们自己怎么利用吧 一起进入到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黄金60秒 我也感觉嘛 你说了这么多 其实这些问题 我也认识到了 刚才老师也说了这么多 可能这 以后我会尽量地去改这些吧 但是我还是不想说是 我们就因为这些事情 去分手 我想我以后会改得更好的 你每次我们吵架之后 你都说你改你改 这我们都吵了多少架了 不是每次改 你说改了就没几天 你就又成这样了吗 你现在反正我是没办法相信你 可能你现在不相信我 但是 我就想最后再求你一遍 我这次真的会改 希望你们再相信我一次 那我现在 我觉得我做不到了 时间到 请回吧 两位 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世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世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土豆同性视频 搜狐视频乐视网 PPTV记忆爱奇异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且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图类一对一的指导 那么这对情侣 他们最后如何选择呢 特别是男生 请 赞变 赞召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